各位参加工研院IEK跳望2017产业发展趋势研讨会的朋友大家好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产业发展的盛会中 透过致辞演讲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政府服务开放整合 以及云端技术应用这些看法跟经验 首先要说明的是 这次我运用两种VR的方式来参与本次活动 目前大家看到的是用360度全景录影 为本活动致辞之后在VR里面播放 而演讲的部分则会在VR里录制 然后再用3D浮空投影进行播放 透过360度的全景录影 观众不论是戴上VR眼镜 或者是透过手机波动画面 都可以自己决定视角 因此各位在听我讲这段话的同时 不一定只能看着我 而是可以随时调整想看的背景细节 仿佛真的走进我的办公室一样 至于3D浮空投影 它的特色是能够让形体的展示更加立体 当我进入VR录制这段影片的时候 可以达到往时整合的效果 究竟效果会是如何 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透过以上两种方式跟大家接触 不是为了科技而科技 而是希望透过不断的运用 跟展示数位科技的功能 达到技术提升跟应用推广 也就是说用具体的行动 来促进科技创新跟数位经济的发展 对于VR这个媒介 我的想法是 它不是要用来取代人和人之间实际的接触 而是提供一个全新的互动模式 VR的特色在于 它可以突破时间跟空间的维度 带给各位更强烈的共存感 也觉得好像跟我在同一个地方的这种感觉 这样子有助于共同理解的形成 进而达向自发互动 共好的这些实践 今年9月9日 我在Facebook上面有发表标题叫做 从起点到重点的文章 来深论我对VR应用的看法 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来看 并且分享您的心得 回到这次研讨会的主题 数位经济 刚才提到的VR只是其中的一环 广义来看数位经济所运用的技术 还包括机器学习 开放资料 开放应用程式界面 扩增实境这些技术 那简单来说 数位科技的发展 将相当程度的重新定义社会行为 跟商业模式 同时它也会深刻的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沟通的方式 很感谢工研院IEK搭建这样子的平台 邀请各位在各领域都非常杰出的讲者 来分享大家的知识跟经验 为台湾数位经济的发展集思广益 也感谢在座各位的热情参与 也祝福本活动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